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你看看这上面的小白兔还有红萝卜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 我们要请来我们今天的手做的老师圆琪老师 大家好 我是圆琪老师 老师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 好 我们今天用的材料很简单 也没有几样 也是做黏土必备的工具 有白胶 保护剂 还有亚克力原料 还有杆棒 剪刀 还有画笔 还有我们制作黏土的一支工具 就是尖的跟平刀 然后还有画腮红的一个粉饼 然后还有一个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置物盒 还有这些黏土 所以小老师看这黏土很容易干掉 我们黏土我今天用的颜色也很简单 就是红黄 蓝就是必备的三个颜色 然后再来就橘色跟白色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赶快来制作我们可爱的小白兔 那今天这个盒子呢 颜色是我已经上好了 原本它就是一个原色 就是木头的原色而已 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制作 我先用白色的土 我们先做兔子的身体 但老师我们一开始是不是要先把它冲涂 要先行涂 行涂一下 这个行涂就是你这样子捏它 你不要这样揉它 我们就这样捏 把它捏开 对 把它捏开 好 然后我们就来搓胖胖的手臂型 对 手臂型是不是要做它的脸或者是手臂 身体 身体 我这个是一起身体 就是身体跟脸是一起的 好 那我们先把它搓圆 那在搓圆的当中很重要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手指当我们的桌板 然后这里手就这样子搓 手掌心跟手掌心 你手要摊开一点 它才会圆 但老师搓圆是不是其实有一个没搞 有一个诀窍的 对 搓圆的话 你就是这只手一定要这样摊平的 摊平 对 摊平 然后这个就微微凹的 凹的 然后这样子它就会圆了 好 那我们今天不是正圆 我们要用一个胖胖的水滴 那我现在搓圆了 这只手斜一边 一 二 三 下就好了 好 那我们就轻轻地把它压扁 它就是会成一个这样蛋型 这样蛋型的 好 那我们压扁了之后 我们就放在我们的工作台 好 再用 再压一次 这只手凹凹的 好 轻轻地 压一下 扣手掌把它压扁 好 那这个身体跟头部就已经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就先放这边 再来我们就来做它的两只脚 一样都是白色 其实我们今天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老师说了 我们的头跟身体是黏在一起的 对 所以你就搓出一个水滴状就可以了 好 那一样 我们每次在拿土的时候 记得不要行土 老师如果不行土会怎么样呢 不行土它就会皱皱的 或者是有一些军裂的痕迹 对 还有会起泡 好 那我们再做它的脚 脚一样是两个水滴 好 一样搓圆 斜一边 一 二 两下就好了 然后你就做好两个 先比比看大小 好 再搓圆 斜一边 一 二 两下 好 就看看这两只脚 是不是大概都一样大 好 那再把这个身体拿过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 我们这支的平刀 这支平刀 好 再来胖胖的地方 就当它的脚趾 那你随意颗 三下就好了 不用太规矩 然后再来 一样的方式 这样子 老师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刀 我们可以拿牙签吗 牙签也可以 或是尺 就是小朋友在写功课那个尺也可以 好 牙签也可以 这两只脚 好 这里压一下 这里压一下 就是在尖的这个地方压一下 好 那我们就要上白胶 所以把它压扁是因为比较便利 把它粘合在一起 对 就是你压扁 就是让它有一个平台 它可以粘得住 好 就这里上白胶 上一点点 对 好 那我们贴在哪里呢 就贴在这个蛋型下面的 这一侧跟这一侧左右 就是它的脚脚的位置 对 好 拿着 我们就用拇指去扣 往上扣 好 往上扣 好 这样子我们脚 就这样子 脚就好 外翻的两只脚脚 好 再来胖胖的地方 就当它的脚脚脂 那你随意刻三下就好了 不用太规矩 然后再来 一样的方式 这样子 但老师如果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频道 我们可以拿牙签吗 牙签也可以 或是尺 就是小朋友在写功课那个尺 也可以 好 这两只脚呢 这里压一下 这里压一下 就是在尖的这个地方压一下 好 那我们就要上白胶 好 老师 所以把它压扁的是因为 比较便利地把它黏合在一起 对 就是你压扁 就是让它有一个平台 它可以黏得住 好 就这里上白胶 上一点点 对 好 那我们贴在哪里呢 就贴在这个蛋型下面的 这一侧跟这一侧左右 就是它的脚脚的位置 对 好 拿着 我们就用拇指去扣 往上扣 好 往上扣 好 这样子我们脚 就这样子 脚就好 外翻的两只脚脚 对 好 再来呢 我们就要先把它黏上去 黏在这个盒子上面 好 那我们再黏在 这个盒子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翻过来 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不把它的五官 或者是耳朵都做好 才黏上去 这样不好 因为它是兔子 耳朵它是长的 所以很容易你在拿的时候 它就会变形 因为我们头头还是软的嘛 所以我们先做好身体 跟脚脚就先黏了 好 那这个兔子的身体跟脚 我们就把它黏在这个盒子的中间 好 稍微压一下 对 也是用我们掌心的力量 好 那我们黏在上面呢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做它的鼻子 鼻子 对 好 鼻子呢 我是用红色加白 就成为粉红色 粉红色 一样我们都还是要 稍微行涂一下 好 粉红色 那这个鼻子的大小 就随便你 看你自己来设计 看你的鼻子是要大的 还是小的 那我是觉得鼻子大一点 它比较呆呆可爱的感觉 好 这样子一样也是搓圆嘛 好 我们搓橢圆形 搓圆 一 二 两下 它就成为橢圆形 那我们再黏上去的时候呢 看着好这个位置 轻轻地把它压一下 让它有一个凹槽 这样子的话它会比较黏得住 我们记得要用手指的力量 往上压出一个凹槽 然后把我们的鼻子黏上去 好 鼻子 好 鼻子就这样子 这样就完成鼻子了 那我们再来做它的耳朵 兔子它的耳朵都是长长的 下打的 好 我用胖胖的水滴形 好 一樣 搓圆 搓圆 那这次它的水滴就长一点 因为兔子的耳朵是很长 比较长 好 好 搓这样子之后 我们用我们的食指 在这里中间压一下 让它有一个内耳跟外耳的形成 好 就这样子 扁扁的 对 好 再一支 一样的方式 但因为耳朵比较长 所以你看看老师的手法 把它夹在中间 这样这么长 好 一样在这里 压一下 好 压好的时候 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 压一下 把尖尖的部分再压一下 好 再来呢 因为我们是贴这样上去的 所以我们的白胶是上在这个地方 好 好 它的背面 你看看老师拿出了白胶 拿出牙签 把它粘 稍微粘一下 好 那你粘上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再去 赶快马上调它的动态 你可以让耳朵可能比较外翻一点 对 或者是比较害羞一点 把它往里面一点 都是OK的 自己调整 你看老师的手法 好 我上去的时候 稍微把它的外耳往外 让它有点立体的感觉 好 那我们的耳朵就这样子 你看 还没有干的时候呢 我把它往前推一下 它就会有点翘翘的 吹吹的耳朵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就要来做这个萝卜 你看看成品这边呢 其实它有蛮多个大萝卜在旁边 所以其实老师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做 可能比较大一点的size的萝卜 或者是比较小一点的 对 都可以 好 那我今天呢 我把它做大一点 那萝卜很简单 一样搓长长的水滴 像耳朵一样 好 搓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运用我们这支 白色尖头的工具 在这个上面呢 地头的上面挖一个洞 这样子 这样挖一个洞 好 再来我们就利用我们这支平刀 随意刻痕 这像胡瓜坡上面 有一些纹路 好 之后 我们就要来做它的叶子 那叶子就是绿色 是红跟 不是 是黄色跟绿色 跟蓝色 好 我们把黄色的脸土混合了 蓝色的脸土 然后把它揉在一起 对 就是黄色跟蓝色 好 加在一起 所以老师我们胡萝卜的中间 动了一个洞 就是因为要放我们的叶子吗 对 马上变绿色了 现在就变成绿色了 好 那我们再搓一个水滴 一样的方式 长一点 两个水滴 我们今天就是不断在搓圆搓水滴 轻轻地压扁一下 也是要用我们的手指 食指的地方压一下 再用这个平刀 你随意在上面刻个纹路 像是叶子上面的纹路 好 第二片也是一样 好 两个就叠这样子 像是个爱心 对 很像 好 叠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这边上白胶 再动 动动的这边上白胶 老师 那叶子的部分需要吗 不用 因为它下面有上白胶了 好 好 那这样子之后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 这叶子的尾端这里 再把它压一下 好 它会更老 好 记得记得都要多压一下下 对 好 那这一个红萝卜 我们就要把它摆在兔子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小白兔拿的红萝卜 我们这边要把它压一下 我们来对着镜头压一下 我先看看 这边 在这边压一下 它的手熟的地方 所以我们等一下红萝卜在这里的时候 它才有一个地方可以靠着 这里要上白胶 接下来要用到我们的白胶 其实在黏土还没有全干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塑形 但是黏土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比较硬 这时候再改就比较难 你看老师 已经压出了一个放胡萝卜的纹路 把它压上去 那我们就先把胡萝卜贴这样之后 我们再来做它的两只手 好 这样子之后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 这叶子的这个尾端这里 再把它压一下 它会更老 记得记得都要多压一下下 对 好 那这一个红萝卜呢 我们就要把它摆在这个兔子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小白兔拿的红萝卜 我们这边要把它压一下 我们来对着镜头压一下 我先看看 这边在这边压一下 它的手熟的地方 所以我们等一下红萝卜在这里的时候 它才有一个地方可以靠着 好 这里要上白胶 好 接下来要用到我们的白胶 其实在黏土还没有全干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塑形 但是黏土干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比较硬 这时候再改就比较难 那老师已经压出了一个放胡萝卜的纹路 把它压上去 那我们就先把胡萝卜先贴这样之后 我们再来做大概的两只手 好 我们又拿出我们的白色黏土 对 好 这手很简单 就是椭圆形而已 还是要形形一下 对 所以这小朋友来做是很容易 搓圆再一 二 两下 压一下 这里要压一下 让它一样都有一个面 它会比较好黏 要用我们的食指 在黏土的部分压一下 再来 另外一边的手手 一样 就这样压 用食指压到我们黏土 好 压好了之后呢 这里一样上白胶 压的地方要上白胶 好 就把手贴到这里 好 我们拿个镜头看一下 我们两只手手 对 大家自己要抓一下位置 因为小白做的手手 放哪边其实是可以调的 你也就让手比较外翻 或者是比较靠里面 靠身体都可以 好 看老师手上拿的示范成品 这样子 两个手手 好 我们这样子 这只大致的小白兔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我们都等一下要点眼睛跟话嘴巴 那我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红萝卜 那我们一起来把它做起来 那我想说让它就跟这个红萝卜的颜色不一样 我就可以把黄色再加原本的这个橘色 因为我们怕我们的植物箱可能看起来有些单调 那没关系 我们再可以做一些装饰品 把它粘上去 好 老师现在要做另外一个胡萝卜了 我就做比较圆 比较短 短一点 小一点的胡萝卜 好 就这样子的形状 这是胖胖的水滴 好 再把它压一下 那一样勾进去再把纹路刻出来 胡萝卜的纹路压上去 大家记得每次我们把黏土粘成一个 搓成一个水滴状的时候都要稍微用时去把它压平 好 那我这个红萝卜我比较不一样 我的叶子它是平的 跟刚才做的那个叶子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再把它压一下 好 做它的叶子 我就搓三四个圆圈 但是老师我们这时候在头顶上 不用再搓一个洞洞吗 不用 因为我做平的 是比较没有那么立体的 对 好 就三个圆圈 压 不一样的叶子 好 贴上去 大家记得要上白胶的地方 我们都要稍微按压一下 好 那我再来做一个小小的圆 就贴在这边 好 那我这样子之后 我想要让它更立体 我在这里再挖一个洞 好 那我就把它贴在这边 做个装饰 第二个胡萝卜就大功告成了 好 那我们这个作品 做这样就完成 那我们就要来做画它的眼睛 好 那眼睛我是用 压克力颜料 黑色 老师我们不需要等到黏土全干 在手眼睛 不用 也不需要 你只要摸这个土上面 已经有一 就是不黏手了 我们就可以画 好 那我就用 笔 用黑色的 拿出我们的小毛病 那你现在画那个点 我只有画一个圆圈而已 所以我们用这个笔的后端 这个地方 来画是最刚好的 但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拿一些 黑色的珠珠直接粘上去 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好 看老师的动作 要非常的细致 小心 老师 如果我们画坏了 怎么办 用水把它洗掉就好 还是有的就的 对 好 另外一个眼睛 也是这样子 笔触 按下去 对 我们就这样把它点一下 当然如果你觉得说 画眼睛麻烦了 如果画不小心 画错 还会黏到其他颜色的黏土 那我们干脆直接放两颗珠珠 像白角放上去 也比较简单 好 那我这样点好了 那我就要来画它的那个眉毛 小白兔的眉毛 好 我们大家看到成品这边 其实成品这边的小白兔 它的五官都是都有 包括眉毛 黑色的眼睛 或者是最后的腮红 你看看 就是还有这样 还有个鼻子 有没有一条条直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我想要把它鼻子 这个地方弄亮一点 那我就把它点一下白色 这样鼻头看起来 好像有点光泽感 对 当然你也可以画那种 咪咪的眼睛 就是要睡着的小白兔 也可以画那种就是 在放光 又画一点睫毛在旁边的眼睛 也是OK 那这样子我们的兔子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这里 还可以把它点一下腮红 如果家里有一些小晒红的话呢 我们可以稍微借用一下 好 我就用这个笔 这个笔嘛 比较短的 好 在它的耳朵的内耳这里 给内耳刷一点点粉红色 那你在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太用力 因为这个土还没有说完全到很干 但老师我们可以拿那个粉红色的黏涂 做成它的内耳就不用刷了对不对 也可以 好 它的两颊 小白兔的两颊也要记得 要刷上一点粉红色 你看老师在做最后修饰的部分 红萝卜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塞一下 让它更红一点 整个小兔子还有胡萝卜就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 对 好 那我们的兔子呢 就到这里就完成了 这很喜欢呢 很可爱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动手开始来做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整个做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不喜欢小兔子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做狗狗 也可以做猫咪 可以做大象 这都是可以自己做 但是重点就是黏土要干嘛 老师一定要搓圆对不对 对 它要搓成水滴状的 这样的话你的图形看起来就是圆圆的 稠稠稠稠的 老师你可以再帮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搓圆搓它的身体的这个步骤吗 可以 我们最后的时候再重复一次 如果刚才小朋友没有看到 我们再整理一次给大家看 好 第一点我们要行土 行 行 行 捏开 对 好 来 行土 最好就是我们把它醒到 你这样捏的时候 并没有听到啵啵啵的声音 没有 啵啵啵 有 你看它 还有 对 好 再把它醒 因为土你越大块的时候 你再醒土 它就很容易里面会有空气 所以要多把它撕开 比较彻底一点 我们再做一次身体给大家看 如果刚才动作太怪 大家没有看清楚的话 没关系 我们再搓圆一次 好 看老师的动作 圆 我们这里的手一定要摊开 摊平 放在这里 这里手有一点围凹就好 好 然后稍微 对 好 这只手 我们的右手斜一边 一 二 三 三下 你不要到四下 五下 它就太长了 好 那我们这只手凹的 轻轻地压一下 压一下之后 放到我们的工作台 一样这只手要凹的 好 再轻轻地压它 记得大家如果都已经 做成水滴状之后 一定要多压两下 因为我们要上牌胶 那如果说 你看这边 它是会有这样子 对不对 会有龟裂的 对 怎么办 那有龟裂的时候 我们的手就沾一点点的水 可以沾水来浸浸 好 用圆的方向 这样子 用圆的 轻轻地 它的痕迹就会不见了 怎么会那么神奇 所以老师如果黏土 已经干了的话 我再用水去是不是就已经没用了 对 干了就不行 如果你在搓的当中 它有龟裂 你就可以用手这样子 把它抹平 对 把它抹平 这就是我们的小白兔的身体 对 那其实整个小白兔基本上都是搓圆水滴状 包括它的耳朵 它的耳朵 它的手手 它的脚脚 我们都是把它搓成圆的 然后再把它变成水滴状 对 那等干要上保护剂的时候 确实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到完全百分之百干 你才可以上保护剂 因为我们保护剂上面有一层膜 所以它里面没有干你就上上去 它在里面收缩的时候 你对 那层膜就会规裂 然后就会好像脱皮一样 所以你要上保护剂的时候 一定要确实记得 一定要到百分之百干 你摸的时候它是硬硬的 你才可以上保护剂 像我们现在摸这个小白兔 这是软的 还是软的 你看我这样摸的时候 一压它可能就会变形 这时候我们还不能上保护剂 最后的时候老师说 摸起来像这样成品 这样硬硬的时候 我们再上一层保护剂 它看起来 其实我拿起来 你看稍微在这个光线的照射底下 会有一些反光的感觉 这就是上了保护膜之后 你再怎么碰它都不会掉 对 那有了我们这个超级可爱的 这兔子植物箱 你在里面像是老师的笔 你看这边随便拿 你就这样放进去 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些小林前 或者是像是便利贴 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在家里头 也可以当一个植物箱的功用 那我们今天也要谢谢老师 叫我们做这个超级可爱的 小兔子植物箱 谢谢老师 谢谢 那记得了 我们今天所有的步骤都要搓圆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水滴状 记得背面要把它压平 把它变得有点像是 二滴平平的感觉 这样才方便 黏上我们的植物箱上面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植物箱 不知道大家学会做了吗 赶快回家自己动手做做看吧 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多多快乐学堂 下回再见咯 拜拜